科大可持續發展研究所一項對本澳僱員的信心和滿意的調查報告顯示 僱員信心指數較去年上升 但對工作的滿意度就有所下降 陳偉蘭報導 科大成功訪問了一千多名16歲以上的全職僱員 調查他們對本澳整體就業、個人發展的信心 以及對工作各方面的滿意度 結果顯示 僱員信心指數為2.95 比去年上升至1.7% 但低於一般水平 而滿意度就為3.22 高於一般水平 但比去年下跌了2.1% 報告也顯示博彩業僱員的信心 以及滿意度到低於非博彩業僱員 科大認為 結果表明本澳居民的就業信心 已經夠金融海嘯時期有所恢復 而僱員滿意度的下降 可能是由於經濟雖然逐漸復甦 但薪酬沒有相對的調整 令到僱員對物價高漲感到憂慮 科大建議 政府和僱主需要加強在職培訓 並且為本地僱員建立良好的晉升機制 否則他們的滿意度也難以調升 澳門電視台記者陳惠蘭報導 製造平台記者陳惠蘭 特寶雉有所 Hideoff